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 十四级风是什么样的概念 可能大家并不清楚 但就在这两天有一段民警 被十四级狂风吹趴在地 又奋力起身 仍然寸步难行的画面 实实在在地让网友们心疼了 这事就发生在今年的元宵节 26日当天 新疆乌鲁木齐一位民警 在执勤的时候 被十四级狂风吹倒又爬起 又吹倒继续又爬起 真想象不到狂风的力量 可以这样大 那民警为什么不找一个地方躲躲风 万一发生危险的话怎么办呢 据了解说26日当天 受到强冷空气的影响 新疆乌鲁木齐小草湖公安检察站 遭遇了强风天气 瞬间风力达到了十四级 检察站部分楼梯受损 部分门店招牌脱落 掉到了车道上 为了不影响车辆的行车安全 当天凌晨三点左右 在检察站直勤的乌鲁木齐市公安局 特警五支队民警马斌和陈兴刚 就顶着狂风清理路面 这视频当中 身穿防护服的马斌 多次被迎面而来的大风吹倒 无法前行 他一次一次的变化 行进的姿势 正着走 侧着走 倒着走 就短短一百多米的距离 让他走出了一生中最远的路 是啊 终于马斌和陈兴刚处理完路障 保障道路畅通之后 两个人回到了 有挡风墙的车道上继续直勤 小草湖公安检察站是进入乌鲁木齐市的第一道安全屏障 距离乌鲁木齐市区约一百三十公里 位于新疆的三十里峰区内 全年大风日数高达一百四十八天 民间流传着这样一句话 乌雨脱风 说的呢 就是只要乌鲁木齐下雨下雪 那小草湖一定会刮大风 哎呀 这今年二十三岁的马斌 来自甘肃天水 身材偏瘦的他 体重刚过一百斤 当晚遇到的大风 真是有一种他要被吹飞的感觉 他也没想到 被同事拍下的这段视频 让这么多的人关注了 马斌还说了 谢谢大家的关心 那作为人民警察 面对狂风就要勇敢逆行 感谢他们的付出啊 另外那个 马斌同志 我觉得你应该多吃点赞 把自己呢 养得壮实一些 对不对 你看我这体格 那再大的风 那我自窥然不动了 这是你为数不多的优点之一了 那你说说你吧 在这方面我稍微欠缺一点 就是混了我十四级大房屋的天 我都不知道管哪去了 说得好 飞得出门 那就得带俩牵球出去